第1061章是我非我 大睫毛点 清淡的微笑 丛容的言语 以及那代表着昆仑三神之一的因果入身 带来的强大的契机提升 原本虽然模样俊美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谢了 导致完全没有办法感觉到 他是帅哥的开明带着丛容不破的微笑 真灵化声 自此恢复了那种十大巅峰 道果之境的丛容 其气质幽远神秘 仿佛是幕后之人 竟然压抑于自己提前被察觉被发现 而后嘴角又带了一丝微笑 里面有三分压抑三分冷淡三分的漫不惊心 还有一分悠然淡淡道 没有想到啊 天尊竟然察觉到了我 可是 察觉到了我 又能够如何呢 我可是什么都不会对你说的哦 亦或者 这个时候 装作不知道才是对你我都好的选择呢 开明微笑俯身 道 您腻下如何呢 话音还没有落下 忽而看到眼前一道残影掠过 而后看到五指残影 开明瞳孔收缩 全能做见十方 开明直接观测到了未来的这一招 带着笑意道 我和袁天刚那个半吊子不一样 他算不到你会打他 我可不同 十方内外 接入我眼 你 也如此 语言温和 轻描淡写 仿佛一切皆在我的掌握之中 脚步微顿 正要躲闪的时候 那种剧烈的疼痛感已经浮现在脸上了 问号问号 探号探号 道人五指直接扣住了开明的头 眼神平和而无辜 而后拧身 肉身恐怖的力量瞬间爆发出来 开明的头颅在一秒钟的速度直接加速到 可以主动散发出光的级别 将物体直接加速到光速 然后无比沉重 重重砸在了墙壁上 空 开明的一张脸直接镶嵌进去 道人默默收回右手 然后轻描淡写地整理整洁的绣袍 你说什么 刚刚声音有点小 频道没有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语气温和 但是落入了开明的耳朵里面 总觉得是有很重的威胁感 开明被镶嵌在墙壁上 四肢垂落下来摇摇晃晃 悶声道 怎么可能 我明明已经预见到了 道人平淡道 你还不明白吗 开明 你看到了 不代表你能够躲开 为冤双目幽深 注视着眼前的开明 开明就感觉自己陷入了因果编织而成的泥潭 无法挣脱 就好像看到了宇宙爆炸的普通人 哪怕是看到了又有什么用处 只好无奈道 你做了什么 为冤维持着原始天尊在昆仑三神前应该有的位格 平淡道 没有什么 只是抹去了因果之间的过程 让开始和结束重叠而已 仅此而已 探号探号探号 开明道抽了一口冷气 因为现在被镶嵌在了墙壁上 所以倒吸了一口熟石灰 剧烈咳嗽了好几下 伸出手 撑在墙壁上把自己一下拔出来 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全能之所以被迫的原因 因果重叠的话 开始就等同于结束 当你看到的时候 就代表着这玩意儿已经满功率砸在了你的身上 看啊 你倒是看啊 你不牛逼吗 你看到了有本事躲开啊你 他看着前面的墙壁竟然还是好好的 嘴角一抽 你刚刚那一下这墙壁怎么可能挡得住 这墙壁是星辰金做的还是岁月流沙做的 这么结实 我把此物毁灭的这个果某去了 问号问号 开明咬牙切齿道 这个根本不是因果 魏冤看了一眼开明道 是不是因果 频道说了算 开明颓废坐下来 嘴里还是叼着那根糖葫芦 哪怕是刚刚他被原始天尊一巴掌直接按在墙壁里面的时候 都极限操作把嘴巴里面的糖葫芦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 满脸颓废道 好吧好吧 我承认刚刚我是有点嚣张了 所以他好奇的看着眼前的道人 道你找我来 是打算要问什么 我知道了 你根本就不是推断出来了我的真身 你就是靠着自己的位格 所以一眼看出来了 我就说 你这个蟒 未冤抬谋 开明声音一顿 面不改色道 蟒 茫王人海当中冰雪聪明文官表率聪明智慧的管主 当然可以不靠全能 就靠着自己就察觉到了我的真身啊 未冤没有去理会这家伙 道 我看到了画师和老兵的身上 也有这样的气息 我 冰魂老哥其实是陆无的锚点之一 开明非常痛快地道 因为他实在是太实诚了一点 我和大姐头都不在的话 肯定是会被人给利用 会被人给坑了的 搞不好的话 魂飞魄散 一身到果被人利用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当然要帮他一把 为了避免陆无这家伙发现这个锚点 我还专门在里面加了点东西 双引号问号问号问号双引号 为冤沉默 忽而想到了刚刚从冰魂背后的真灵气 膝上落下来的东西 看着眼前嘴角笑得都似乎是要 撇到耳朵那边的开明 心中忽而对开明的真实目的 究竟是为了保护好同伴的真灵 还是为了看同伴的乐子 产生了极为浓郁的怀疑 想到常年居于昆仑山上 白发金童 一冠胜雪的清冷少年 嘴抽了抽 他要是知道你这样做的话 怕不是会直接拎着剑下来斩了你 那画师呢 是新王母吗 开明脸上的笑意一点一点收敛 道我不知道 他的毛子往外面看了一眼 因为因果的封锁 所以外面的人没有听到里面的动静 他看到了那少女画师正在吃福特加拌面 满脸开心 而后收回视线 道 我曾经尝试过许多的试探 甚至于给他起外号是福特加娘娘 故意叫他大姐头 叫他娘娘 但是基本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究竟是不是娘娘 我也不知道 但是大概率是对人间接无害的 这一点的话 我是可以确定的 魏渊缓声道 不是西王母 哪怕是你也不知道西王母究竟在哪里吗 开明摇了摇头 他的双瞳幽深 仿佛携带有无数因果汇聚的感觉 却也无法看穿那画师少女背后的无面神女的真容 就仿佛那位神女原本就只是无面之状态 最后收回视线 注意到了开明的目光 回答道 不沾因果 哎 开明略有无奈 魏渊想了想 道 我心中一直好奇 你 水鬼和你的关系是什么 他只是你的分身吗 开明压抑 而后笑出声来 道 你是想要问 如果是我彻底苏醒的话 会不会直接占据了他的真灵 然后导致最后的结果是我回来了 你博物馆里面这个钓鱼把自己钓了的家伙反倒是没了 对吧 哈哈哈哈 你这个人还真是 想问的话直接问就是 这样别扭的性格 不知道是和谁学会的 开明摇了摇头 道 放心吧 不会的 严格意义上 我和他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只是我和他有一定的联系 他伸出手 道 我们的状态 和未约你是不同的 你的话 真灵一次次的轮回 真灵相当于每一滴水 每一次轮回就会落入更大一点的水坑里 而后再一次转世 这里面所有的水还会继续存在 所以你 一直是你 而我们一开始就是神灵 我们的真灵对于寻常凡人来说简直如同大海 而这一句身躯只是容纳了一滴水 这一滴水 代表着的是一个锚点 是一旦遇到危机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此回归的契机 除此之外 这个水鬼无论是自我意识还是说个人成长 都是他自己所独立存在独立拥有的 这样说 我是他 但是他不是我 是我非我 道人微微汗手 忽而似乎想起了什么 并只微微抬起 道若是我斩断你二者的因果 那么是不是代表着水鬼就只是单纯的他自己了 开明笑意灿烂温和 眼眸微眯起 动辄就要斩断同为道果尽的我留下的锚点因果 原始大天尊不愧是原始大天尊果然霸道的厉害 魏冤垂谋道 毕竟是我博物馆的人 一切结束之后 我会将此因果斩断 其中的因果 我会背负 最后一个问题 魏冤的五指微微握合于剑柄之上 想到了之前一直就困惑的问题 一直都在思考的怀疑 掌音平缓询问道 你和陆无以及那位无面神女 为何会将自己的锚点和契机放在我这里 我不觉得我的运气会这么好 一开始连真灵都没有恢复的时候 这一辈子才刚刚能看到鬼 进来博物馆的时候 博物馆里面就有了你们三个在 之后也有昆仑山神的传承 以及大唐时期的李淳风 这些事情究竟是机缘巧合 还是说这是你们对于未来存在大劫的准备 是一场计谋 而这个计策的开始 从不死花被摘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作见十方不可能看不到 绝去摘取不死花 也就是说你是放任绝摘花的 我这一路走来是自己独行 还是说有你的暗中引导 是你的一枚棋子 安排这一路走来呢 作见十方 格圆洞见探号探号探号 开明头皮发麻 双手抬起 到卧槽 冷静冷静 这个锅太大了 我不背 你觉得我能够安排设计了你这个级别的存在吗 而且编织这么大的命运 一件件事情的编织下来 那可是命运之神的权能啊 就他都得泪吐血 魏冤道 原始天尊当然不会被设计 那么冤呢 你没有否认其他 也就是说 你确实是放任自留 任由决当时偷偷将花带走了下来 那么堂堂的十大巅峰之一为何要做这些决定 是否是为了创造一个吞噬不死花之后 贯穿了人世大劫 在最终的三界大劫一定会转世的大劫的锚点 而后将自己的锚点 将陆吴的锚点 以及其余的手段 全部都以我为锚点聚集 开明的神色威名 第1062章 其子暴打持其人 以及计策最后一环 一个大劫的锚点 对于自己的经历 未冤之前就曾经隐隐察觉到了不对 第一点就是堂堂认知之道的魁首 理论上甚至于比起白则全能范围还要更广的开明 竟然没有察觉到绝去摘去不死花 而且开明的全能作见十方 其实方范围内 是有过去未来 甚至于生死的 在绝前网路无天之人谱之前 开明就应该有所预感 连现在这样的分身 都能够提前预知到原始天尊的攻击 那么当时的全盛开明 观测到了幼年时觉得行动几乎是没有丝毫难度的事情才对 这样的疑惑本来就存在 以及李淳峰的存在 以及大唐时代身为昆仑的第一武神 在寻找让自己能够成功在大劫之时转世于人间的锚点的时候 竟然毫无犹豫 直接找到了身负昆仑不死花气息的魏冤 这些事情都始终让魏冤心中存在有部分的疑惑 让他心中隐隐奇怪 虽然说从情理上也不是说不通吧 但是直觉之上 总还是觉得有些许的不对劲 明明逻辑上没有问题 但是直觉就是觉得不大对头 而这样的不对劲 在看到了博物馆三轨背后的气息之后 就豁然贯通 放任觉去摘取不死花的开明 作见十方足以观测未来的强大力量 昆仑第一武神在大唐时期直接寻找魏冤作为锚点 再加上此刻博物馆简直变成了小昆仑 于是这几千年的疑惑终于联系起来 化作了从六千年前开始就存在的一条暗线 一个锚点 不死花和凡人的结合 导致了每次人间借有大劫的时候 就会导致此人真灵转世 也就是说一旦有某个涉及到整个亲戚之事的大劫 那么人间借就必然不可能脱身事外 而人间借被卷入大劫当中 吃下不死花的魏冤就一定会转世 到了那个时候 只要开明再将自己的后手和魏冤本身绑定在一起 那么到时候大劫到来 一切后手和锚点都会汇聚于此 而这个时候魏冤这个大劫的锚点就会失去其价值 甚至于开明观测到了未来的劫难之时 选择大劫锚点的时候并非是非魏冤不可 只是决去采摘不死花 开明顺势而为罢了 没有决 没有魏冤服下不死花 也会有其余的人成为开明的棋子和锚点 为他提供锚定大劫的作用 也因此开明一开始就没有在魏冤这个贤旗上有太多的心力 只要能够保证他能够在每一世的正常转世 他根本就不会在意 也没有那么个贤心去管 但是鬼都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当作了锚点的贤旗 竟然在这数千年的转世当中 一步步挣扎着爬出来 一步步挣扎到了现在这样的实力 甚至于拥有了欲须原始天尊的位格 人之坚韧强盛于此 开明看着眼前双目忧伸 平静注视着自己的未冤 嘴角抽了抽 这一点当然不是他的本意 棋子就应该有棋子的自觉 那么强 都能把下棋的人直接抡起来 以光速砸在墙面上一百遍啊 一百遍的棋子那特么是什么玩意啊 啊 你看看这是棋子吗 这是棋子的话 那我不成乐子了吗 事实上从大汉和大唐开始 就已经开始超过开明的预料了 而现在一开始去看的话 变数的一开始 是在先秦时代 连续两个老人都将当初的少年带在了身边 传授其古如形式之道 并且得到夫子的叛命之语 好南山之主 南山之主 本就已经可以如箭矢一般 秋简之后 加上羽翼 其是旧月发迅猛 绝不回转 那一世虽然没有学到什么了不得的法门 但是却同时奠定了其品行基础以及道门基础 否则的话 区区三国年间的一个流浪孤儿 哪怕是有大贤良师张角的传授 又如何在道术之上境界越发高深 直达赐天师之位 就其根本原因 自然是曾经在道祖和夫子身边 虽然那个时代并没有后世那般玄妙的修行之法 但是却也打下了最为纯粹的大道之机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不外如是 开明看着那道人注视着自己 沉默 沉思 最后叹了口气 双手捂着脸 哭丧着语气道 打巴 别打脸就行了 这张脸是我安身立命的本钱 你打坏了的话 我可怎么办 以十大巅峰之仪的作剑十方 却算计了区区一介凡人 以一介凡人为棋子 当然不会被察觉 但是当这个凡人替换成了原始天尊 那么就是代表着昆仑三神之仪设计算计了 这位目前来开已经有了几分高深莫测的十大巅峰 替换一下的话 开明仔觉得自己是绝对不会放过那个算计自己的人的 果然 原始天尊身上浮现出了灵力莫测的剑气 因果为剑 万物为剑 双眸幽深 开明瞳孔收缩 眼前忽而闪过了一道流转变化的银色剑气 哪怕是自身全能已经观测到了原始天尊要出手 但是根本闭不开 躲不掉 开始和终点重叠 代表着中流被抹去 当道人有动念攻击的时候 开始就等于结果 一动念招式就已经击中 命数可破 因果难逃 若是他巅峰期的时候 未必不能够尝试躲避因果 但是现在这个层次 这个念头是想都不要想 就在这个时候 却只是看到那道人动作一顿 剑指抵着开明自己的眉心 方才那凌厉的剑气 竟然只是来自于剑指 开明瞳孔微微收缩 魏冤剑指抵着开明的眉心 气氛似乎有些凝智 忽而手臂一扫 手指指示斩断了开明定角的一缕黑发 道 就以此待你之过 魏冤秀刨翻卷 手掌收回 道 过往之事 频道可以既往不救 但是 相对应的 我需要你帮一次忙 开明摸了摸病脚的断发 什么 道人道 我可以帮忙让你恢复全胜 但是相对应的 你要为我做三件事 当然 你可以选择拒绝 为冤语气和缓 但是开明却莫名感觉到了一种被威胁的感觉 不过这种事情一开始就是自己不大占理 而且现在对方还提出了会先帮助自己恢复公体 而自己需要做的也就只是帮助他做三件事情 道是也不亏 咳嗽一声 道 当然 没有问题 不过我可以问一下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会发生什么吗 也不会怎么样 魏冤想了想 道 大概会让你每天都吃我现在做的饭菜而已 开明疑惑道 每天都吃你做的饭菜 你确定是这个 道人挑了挑眉 怎么 你想要试试看吗 山海猪界的第一名厨 当然可以试试看 开明正要开口 忽而感觉眼前闪过了一道画面 做见十方的全能本能发动 看到了桌子上一盘盘的菜肴 看到自己吃了一口 然后捂着心口 直接口吐白沫倒了下来 看到就连自己的背后的气韵真灵之躯都中招 九个脑袋一起口吐白沫 啪一下倒下 四肢抽搐 问号问号探号 开明呆滞 等一等 这是什么东西 原始天尊你特么在菜里面下毒 不是 你在毒里面下菜 抬起头 看到了那道人笑容温和 开明干脆利落地摇头 干笑道 啊哈哈哈哈 我现在已经吃饱了 哎呀 真是可惜啊 原始天尊的手艺 我怕是没有命销售了哈哈 我还是选择三件事情 好 为渊身出手 五指微微握合 而后直接凝聚因果 规矩于此 编织谱写了一道斥令 让开明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真灵气息 这就代表着完全无法违背这一点 开明嘴角抽了抽 道 所以 你还没有说呢 这三件事情是什么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就看本作如何回报你 空恒 区区三件事情 道人收起了手里的因果斥令 脸上浮现出微笑 悠然道 三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 令清酌平定 第二件事情 让大劫消敏 第三件事情 就暂且让我想一下吧 开明脸上的神色一点一点凝固 金酌平定 大劫消敏 你这不是让我给你打一辈子弓 虽然我之前是坑过你 但是你没有必要反过来这么坑我吧 开明那种俊美的面容微微扭曲 道 这 你 你这是 什么三件事情 他深深吸了口气 勉强维持住脸色 道 可以请问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吗 道人回答道 之前 有一个心思宽广非常大心眼 而且一点都不记仇的神灵和我约定 他让我做三顿饭 三顿 对 前世今生来世 三顿饭 开明瘦嘴角抽了抽 道 可以问一下吗 这位心思广大心眼也很大一点都不记仇的神灵 是不是叫做竹九音 原始天尊道 我可没有说 开明无可奈何 道 算了 反正我也打算这样做的 说起来 竹九音现在应该正在盯着那个我 魏渊道 盯着你 开明汉手 道 你们南海那一战 之所以卓氏方面的反应慢了一步 就是因为那个我被直接堵住了门口 相当于卓氏直接失去了情报来源 只是我也没有想到 竹九音那个冷静的家伙 这一次居然会选择直接把具备我全能和本体的家伙 堵死在了九天门内部 老头就挨打 只是可惜 那九天门算是顶尖的法宝了 竹九音虽然执掌岁月 极尽玄妙 但是在强攻杀伐之上 却也无法短时间内打破九天门的封印 可惜啊 可惜 竹兆九幽之龙一生都神奇妙算 但是却如此莽撞 反倒是将自己陷入了这种对子的困境当中 一开始在祝荣之战的时候 算是他占据优势 现在反倒是他被拖住了 嗯 你在想什么 开明看向那边的未冤 后者微笑回答道 你猜 道人没有真的让开明去猜 只是平淡道 或许 是我开始旅行刚刚因果约定的时候了 庄引号问号问号问号 你 魏冤道 你刚刚说主九音下错了一步 倒是错了 开明正著 嗯 什么意思 魏冤道 主九音会那么莽撞 自然是不智的 但是若是这计划并非全部的呢 并非是全部的计划 你只是看到了一部分 所以觉得莽撞 因为主九音缺乏足够的杀法之力 但是你我现在知道了 所以 他知道的 我一定会询问他的情况 一定会亲自前去帮他 和其狡猾的一条龙蛇啊 白发道人叹息 看了一眼开明 平淡道 因为主九音计策最后的一环 沙发 正是本作 你 你找得到九天门 那地方可是藏得很深的 开明像是被猜到了秘密基地的猫一样砸了毛 那可是我当年花了好多心思才找到的 昆仑上面那个只是假的 真的可是很难找的 大姐头和陆屋都找不到 你怎么可能找得到 九天门我当然是找不到的 但是主九音的话 实在是太容易找到了 魏渊平淡道 我和他的因果 太重了 他在哪里 我当然能找到路 白发道人看了一眼呆滞的开明 笑扣妖间神兵 悠然道 平道原始 此见清平 可破得你九重天门否 第1063章两重 九天门外 主九音眼眸低垂 其本箱已经彻底展开来 浩荡棒驳的本体在那无数的云气当中翻卷变化 长于千万里 灵甲如金铁 双眸微微开合 整个九天门合成的九天阵十方之阵就被笼罩入了奇事线当中 此刻并不是如寻常神话当中的逐罩九幽之龙那般 睁开眼睛是白昼 闭上眼睛是黑夜 整个九天门以及这九座天门所处的世界都已经笼罩入天神那清冷淡漠的目光当中 金色的瞳孔幽深 时间的流动都仿佛被波动 产生了异常的变化 就仿佛时间都被凝固 仿佛一切都附带上了昏黄历史般的感觉 整个世界被凝固入了黄昏 将夜未夜 是名为名 是阴阳交错之时 隐隐然甚至于是有些许的邪义之感 而整座九天门就都陷入了这凝固的时间当中 这就是逐久应对于开明受封锁的方法 此刻九天门之内的 可是开明的本体 具备有真正意义上做见十方的全能和力量底蕴 任何玄妙的阵法 在这样的能力之下 都是形同虚设 哪怕是传说中毫无破绽的完美之阵 在对手是具备有十方内外 无所遁形之力的开明眼前 也是可以主动创造出破绽的 所以主九阴索性将神灵本相展现而出 直接将时间凝固 以及大速度的放缓 哪怕是十大巅峰只要出来都会陷入这仿佛凝固 琥珀般的时间流里面 确实是 你可以看得到一切 但是这不代表你能出得来 就像是你看到了高温的烈焰 但是要你去碰的话 还是会被高温烧灼疼痛的要死 开明有胆量出来的话 主九阴就有把握直接把这九首天神镶嵌到凝固的时间琥珀当中 把这所谓做剑十方的九首猛虎 变成九头猫标本 然后直接打包邮寄到博物馆里面去 刚好挂在墙壁上 正好之前去的时候 看到那边的墙壁有点空洞 朱九阴垂眸 隐隐然感觉到了某种言谈和叙叙叨叨的声音 神色不变 手指一动 一枚玉书悬浮于空中 上面写了一个名号 正是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位管主 而后龙爪微微一动 在上面标标准准地画了一笔 而后静气横扫 正正正正正正正 念无表情收回龙爪 看守 如此才算得正常 九座天文仍旧助立于这个世界之中 浩瀚恢红 巨大无比 上面的一个最为细腻的纹路 就要比一座人类的高楼更大 而这样的纹路不知道多少 密密麻麻地分布于整个浩瀚的天门之上 天门隐隐约约有打开的意思 其中自有无数玄妙流光 浩瀚茫茫 如同孕育最为奥妙之物 苍茫淡漠的声音道 主酒音 你已经在此地守了如此之久的时间 一直到现在也未能奈何得了本作 还不速速离去 难道要等到我着实的强者前来吗 巨大的赤色竹笼真身缓缓游动于虚空 嗓音平淡道 那就来 九天门内的光华和声音微明 似乎没有想到往日里心思深沉 从不做没有把握之事的主酒音 竟然会变得如此之执着 似乎是当真打算在这里和自己分出一次胜负和上下 而忽略了着实强者来源的可能性 九天门内的声音似乎恼怒 你 敬酒不吃吃法酒 主酒音 你以为 我当真怕了你 空 伴随怒声 九天门之意猛地打开 其中优身极选 仿佛通向了某种神秘莫测的领域 而后无数的法则猛地凝聚起来 作见十方 从东西南北 上下 生死 过去未来不同为维度线蔓延出来 玄机以可不得气势扩散开来 呲呲缕缕 密密麻麻 以一画百 百而千 千而万 乃至于无穷无尽 浩瀚茫 最终化作了灿烂如长河明光一般的法则长河 自九天门之中疯狂涌动出来 全集冲入了凝固如图昏黄色琥珀的时间当中 即便是那些无比繁密的法则 都无法敌得过时间 原本的气势磅驳可不 极为恢弘 相当于十方内外诸多法则齐齐爆发的力量 完全是符合十大巅峰到过境界的破坏性 但是这些可不得 恢弘的法则长河 在撞入了凝固的时间当中 却骤然凝制住 法则的变化肉眼可以观测 速度越来越慢 最终彻底地凝制住 与猛然炸裂的龙云声中彻底崩碎 纵然是无数的法则 变化莫测 却也被流放入无数时间乱流当中 也因此 这些法则也尽数失去了原本的恐怖威能 龙云虎袍齐齐炸开 陷入了之前不知多少次重演的交锋当中 若无外力 似乎无法被打破 人间界 此见清平 可破得你天门否 平淡的语调 却让开明一时间有点无言以对 刚刚想要本能反驳什么 你虽然说是十大巅峰境界 我那个本体也一样是道果境啊 凭什么我的法宝 你说砍就砍啊 全集就想到了 自己的十天门之所以变成了九天门 罪魁祸首就是眼前这个语气平和的道人 一时间语色 这种明明知道对面在装逼 但是自己却偏偏没有办法反驳的感觉实在是太不爽了 开明嘴角抽了抽 翻了个白眼 直接摆烂道 好好好 你牛逼你牛逼 啊对对对 斩得开斩得开 原始大天尊呢 什么斩不开呢 开明发泄地啃着糖葫芦 钻得牙齿都有些发软 却也舍不得吐出来 最后还是稍微带着稀郑重提醒道 但是你也要小心一点 我那个本体虽然说被我坑过 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就被你拿下来 至少有三个原因会给你造成麻烦 开明脸上的神色微微凝重 其一 一座天门 和九座天门一起祭出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不是单纯数量的增加和累积 而是法则的相互弥补 其威力 按照你们人间的说法 是指数被提升 其二 之前是他在外使用天门 这一次却是他已经经营数万年的区域 这代表着催动九天门时爆发点 比喻也截然不同 而第三点 他有上一次对你的印象 就像猫科一样 神兽猛虎也是很记仇的 所以这一次见你第一面的时候 就会立刻把九天门全部寄出来 然后直接躲在后面 利用作剑十方 告知援君 卫渊眼神古怪道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开明理直气壮道 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啊 卫渊 无声开明咬着最后一颗糖葫芦 有些犹豫 可是咬咬牙还是道 况且 你可不可以把九天门给护住 别给打碎了 这个可是大姐头让我看着点的 给你这卡卡几件给削了 等大姐头回来 我也会被卡卡削了的 你把它撵走不就行了 别把我的地方给拆了啊 那可真的是个好地方 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地方 我可是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它的 开明那种俊美的脸上满是纠结 就像看到自己好不容易千辛万苦 找到的完美的纸箱子 却别另一只猫给钻了时候的猫一个样子 尤其当他发现自己找到的帮手 根本没打算碾猫 而是打算连着纸箱子一块收拾了 这心情和表情就越发愁怅起来 韦渊看着开明的模样 若有所思 想了想 故意玩味道 看来九天门对你的实力影响比较大 我会尝试把你的九天门护住 那么你打算对我的额外工作付出怎么样的报酬 问号问号问号探号 开明脸色一致 这 这个都要报酬 不知道是否是错觉 投过眼前的道人 他仿佛看到了另外一个号称三界八荒第一人扎蛇扎混合体的脸 这两个家伙的美语神态 一模一样 又扎又谢的 开明嘴角抽了抽 试探着道 那我还是满足要求 全集立刻补充道 但是这一次不可以是刚刚那种啊 魏渊点头 可以 那么 每一座天门 一个条件 如何 你 开明瞠目结蛇 觉得眼前这个家伙简直已经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就连福西那条扎蛇在这里都要感慨一句已经出师的程度 魏渊忍不住笑起来 道 不要这副表情 放心 只是开个玩笑 我又不是福西 不过我倒是确实是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本来就是打算第三个要求的 不过既然你这么配合 那我也不用动用刚刚那第三个要求了 开明脸色一堵 你还不如不说 谁 谁主动配合了 可是尽管开明心里面憋屈 可是还是吐了口气 道 是什么 当当当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音 而后是少女绝轻柔的嗓音 冤 饭菜要凉了 马上 魏渊打开进室的门 看到穿着居家服饰的少女站在外面 模样俏丽 绝好奇往里面看 看到了屋子里整洁如新 水鬼正在手忙脚乱地整理着 不知道为什么被撸起来的头发 双手按着 干笑道 啊 绝儿 磕磕 我是说 尊敬的老板娘 有事吗 问我刚刚和馆主说什么 二叔 我是说二师瓶 对二师瓶 我刚刚正在和老板说 我们要多准备一点快乐水的新配方 比如说糖葫芦味的快乐水 一种饮料 两种享受 绝配啊 少女的毛子弯起来 带着无奈的笑意 这样的事情 在外面说就好啊 非要藏起来吗 开名咳嗽一声 道 机密 机密 少女想了想 若有所思 是担心娘娘反对吗 二师瓶的话 没有关系 我会偷偷帮忙保密的 少女看了一眼那边的福特加娘娘 手指竖在唇边 轻轻嘘了一声 然后又嘱咐了些话 转身出去了 魏冤看着觉得背影 而后面尾装成水鬼的开名 长呼了口气 连连庆幸自己没有被看出问题来 不过这在晚辈面前装成博物馆员工的事情 还是太刺激了点 要是一不小心暴露了 自己的仪式英明都要被毁掉了 好玄好玄 正拍着心口 就听到了魏冤的声音 我会把你的九天门全部带回来 但是或许需要一些时间 而我的要求也很简单 至少对你来说很简单 道人转身看着惊疑不定的开名 脸上没有了先前玩笑时的轻挑 嗓音平静道 昆仑三神 地位极高 我要赢取绝 说服昆仑一系所有山神水神 以及王母陆吾 开名 我要你全力帮我 第1064章英果难逃 大婚 大婚 开名仔呆滞的看着那边的魏冤 你什么时候这么勇了的 魏冤理所当然道 绝又不在 但是你知道的 要是你在之前泄露的话 频道不介意换一个开名交流 反正你的分身很多 对吧 道人调侃道 所谓本体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对于这个某种程度上 把自己当棋子 同时坑了自己和绝的家伙 魏冤坑起来没有心理负担 开名皱了皱眉 道可是 以你现在的实力和身份 根本没有谁会反对啊 魏冤看着那边的少女 道 因为我不打算以力量强压强取 那样别人会说什么呢 原始天尊强取昆仑天女吗 道人自语道 或许是我太过于自我 但是我仍就觉得 若是为了所谓的长相厮守 而让一方失去了所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这是否也是一种自私 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个欲望 而要另外一边付出代价 就当作我还是人性不除 仍旧有固执 我希望绝世在所有朋友的祝福之下 嫁给我 而非是玄黄珠天庆云横压珠天 以利横压 与我自恃无妨 但是换一个角度 对于绝来说 却终究算不得平等 也不够尊重 开名垂眸 脸上的神色轻挑收敛 隐隐有了昆仑三神的雍容 道 这一件事情或许有些困难 但我会帮你 但是不是因为你的威胁 只是因为你这最后一句话 另外 我想问一句 你成长到现在 是否是那些人族的强者 也将未来堵在你这个锚点的身上了 所以每一世都在你身上下注 不 人族中或许会有这样的人 但是他们不是 道人转身 眼前闪过夫子 老师 老子 玄奘 最后语气温和道 没有设计 没有利用 没有棋子 只是诸位人族先被看出了路边走过的那个孩子命运多舛 故而愿意搀扶一把 仅此而已 所以啊 即便是做见识方 你还是不懂得人啊 九天门外 逐照九幽之龙和昆仑开明的本体交锋 越发地白热化起来 无数的法则乱流 如同长河一般 浩荡汹涌 无比棒薄地从九座天门当中咆哮而出 其中的法则彼此之间相互配合 相互弥补 相当于整个世界般的壮阔 但是如此汹涌的攻击 却也还是在那昏黄色的时间之中凝固 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力量 最后化作了如火树银花一般具备有壮阔美感的存在 朱九因真身本相于这时间的法则笼罩之中缓缓游动 林甲开河之时 如有金红色火光迸射而出 微能可步 伴随着龙吟之声 将大多的法则全部撕裂 但是那恐怖的力量落下的时候 九座天门猛然闭合 其是巍蛾 其气恢弘 关闭内外 封锁清拙 朱九因本相之龙爪足以撕裂世界之河 捏爆大陆架 但是落在了这九天门之上 却只是龙爪和青铜天门碰撞 发出了真耳欲龙如同恒星纪灭般的声音 迸射出的金色雷霆落在地上 将这开明苦心故意完成的伏地都轰击地摇摇欲坠 虚空之中浮现出了一道道裂系 出现了清晰可见的纹路 玄妙万方 而后被竹罩九幽之龙巨大的神龙之躯碰撞磨损 直接蹦裂 轰然巨响的声音不断地炸开 这代表着九首天神开明的秘密伏地 这连西王母和陆吴都不曾知道的地方 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崩溃 构筑了这一座玄妙伏地的法则和阵法 即使每一秒钟都在以恐怖的速度崩落 朱九英巨大本相的眸子威廉 就仿佛整个天地都压了下来 四方上下 昏沉一片 金色的时间轰击在了青铜天门之上 竟然毫无半点的效果 尽管是在预料之中 但是还是让朱九英的神色略有沉明 双方都是相对于沙伐来说 更擅长幕后运筹帷幄的那种 相对而言 应该是在沙伐上比起因果 命运更强 而运筹帷幄之上则是稍逊色于这两类 直到因果之道结出了个怪胎 直接朝着沙伐果断纵横无双的方向上撒开蹄子 就一路狂奔不回头 如此双方交战已经过去了不知多少时间 忽而九天门内 开明的声音讶异 这 这是 他的声音当中讶异越来越重 最后近呼吁变成了狂喜 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我说你为何迟迟不肯动手 为何只是困住本座 原来啊 主九音 你竟然心软了 你的本源只存在有九成 你 哈哈哈哈 当年无情无心无味五步的竹兆九幽之龙 竟然将自己的一成本源留给了那个因为福西的设计而诞生出来的错误 中山赤水支线那里 哈哈哈 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心软了 而且还如此地愚钝 自己的本源有所亏欠 还敢来此和本座较劲 这一次 九座天文齐齐地打开 而且是直接动开 无数灿烂明光汇聚 浩瀚棒驳 而后直接冲出 一身华服的开明终身缠绕无数的法则流光 显出九首异象 洞察幽冥生死 过去未来 直接从十方之中 将眼前的逐照九幽之龙剥离和锁定 千前被凝固在时间当中的无数法则乱流 此刻竟然齐齐暴动 而后全部锁定了主九英的真身本乡 千前开明的招式都强行被主九英凝固了时间 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这些法则的冲击之力直接消失 化为了虚无 现在的情况 就相当于过去这么长时间对峙里面开明爆发出的所有力量 都重叠在了同一个时间爆发 开明的黑发微微朝着后面扬起 一双金色瞳孔当中终于渲染上了原初的紫色 唯语之间带着桀骜和傲慢 五指伸出 九座天文横贯苍穹 瞪大眼睛看好了 如九英 你纵然能够让周围的时间凝固 但是你的力量却也绝非是永无上限的 只要我在这些时间乱流当中不断出手 积蓄即便是你的倒横也无法再控制的力量 时间就会重新开始流动 到时候就相当于是过去这数月时间里面 本作的所有招式一起攻击 即使这过去数月当中无数的本作一起出手 即便是帝骏 也不可能一口气爆发如此的威能 朱九英 本作应该感谢你啊 你也要好好看着 这可是过去不会有 未来也无法重现的绝学 开明身出手 嗓音低沉而傲慢 披靡从容 一字一顿 如同重锤击空 作见十方十方剧灭 昏黄色的时间琥珀凝固 而后在眼前出现了丝丝缕缕的裂痕 而后蹦裂 过去数月时间对峙当中 开明不断爆发出的法则 在同一时间爆发 已经是几乎接近于苍穹浩瀚般的法则 在单纯的力量之上 绝不逊色于天地的星河轮转 甚至于还要有所超出 身长千万里 睁眼为咒 地目为名的竹九音身躯缓缓游动 金红色的琳甲朝着内部收缩 九幽这个世界的概念覆盖于身躯之上 相当于纯粹的生死两界 清冷平淡的声音在自己的心底落下 终于咬勾了 总是躲藏九天门之内 始终不出来的话 哪怕是竹九音也无法拿下开明 唯独给予他足够的机会 才能够让他见力而动 主动出手 只是 早知道 该将所有的底蕴都收回来的 竹九音心底隐隐自嘲 计算失误 眼前这一招 恐怕是要受不清的伤了 身躯盘旋 林甲越发朝着内部收缩 而在这千万里的神龙之躯周围 无数灿烂的明光齐齐爆发 像是星河陨落 壮阔而恢弘 带着森森的杀机 如同宇宙的寂灭 逐久因眼眸微脸 而开明放声大笑 忽耳伴随着悠然见明 一道青色剑落下 恰到好处地斩过一处法则 于是这一处法则的因果被颠倒逆转 法则朝着另一处偏斜 撞击到了另一处的法则流光之上 刹那之间仿佛产生了连锁的变化 恰到好处地 所有的法则碰撞在一起 而后猛烈的爆发 明明是足以在量级之上 媲美天地之力的力量 却在刹那之间 全部破碎 竹九因双眸微睁 金色瞳孔正著 开明大笑声音凝固 无数的法则流光奇奇爆发 就围绕着竹九因的身躯 却是连一丝的伤害都没有落在他身上 恰到好处 灰红壮阔 却仿佛是一场绝无仅有的烟火 在这奢侈的 已到果尽全力出手的风景之中 逐罩九幽之龙 缓缓游动于昏黄色的岁月之中 青色见光流转变化 环绕于神龙左右 无声无息 却如神话最为壮阔的一幕 因为法则的碰撞 实在是过于地浩大壮阔 反倒是有了一种死记的感觉 在这死记当中 忽而有绣袍微微翻卷的声音 如同震翅的飞雨一般落下 见光落下的时候 白发青山的道人 已平静站在了逐罩九幽之龙之前 毫无预兆 就仿佛他自始至终一直就在这里 无来无去 无因无果 无始无终 至未原始 存在于万物之中 亦不存于万物 浮离欲须原始大天尊 青色绣袍翻卷 道人莫三束发 白发垂落到腰间 并脚两缕则是伏贴落下 侧眸看向背后巨大灰红的竹笼本香 眉心金色剑痕 双通幽深如同不可侧度的深渊 内有因果纠缠 任何众生只是他的双眸 都仿佛会陷入那因果纠缠的深渊之中 这一刹那就像是过去的重演 就仿佛是之前灰袍男子 出现在了那落小的卧虎之前 狼狈的卧虎倒下 木森灰袍神色冷淡的天神垂眸 手中撑伞 站在他的面前 刹那之间 却仿佛是跨越了千年的视线 而当年的凡人已经强大到足以站在神龙之前 魏约视线转过 袖袍宽大 青色剑光飞入袖袍 看着那九重天门 只是有量 而松散一片 乌合之众而已 这就是过去无数的你的权力出手吗 清平剑落入手中 平淡道 看来也就只是值得一剑而已 无数的法则破灭 气势恢弘 在这壮阔一招的寂灭之下 开明瞳孔收缩 注视着眼前的道人 眼眸微微瞪大 眼前仿佛闪回过了过去 看到了那过去那明明已经极为苍老 却是剑气冲销 最后气到一剑 撕裂一切 最后斩破当时自己那天门的那一剑 魏冤道 不好意思 煮酒音是我的老友了 我可不能让你伤了他 另外 道人手中的剑抬起 剑气一散 可还记得 当年昆仑山下 大唐长安游侠二 开明面色骤变 是你 而后毫不犹豫 猛的后撤 而后那九重天门骑骑砸落下来 猛的闭合 层层叠叠直接朝着后面飞顿 一座一座的天门如同自九重天外构筑下来 就如同是当时真的开明预料的一样 在察觉到了魏冤之后 开明本体直接暴退 魏冤嘴角微勾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让你想起来之前的经历 他用一种觉得很符合原始天尊的样子叹息道 你不该想起来的 两者之间刹那出现了层层叠叠的因果 下一刻道人的身影出现在了开明之前 这是因果的妙用 也是因果法则最不讲道理最特殊的一点 但是理论上而言 这一招很鸡肋 因果之主是最不擅长战斗 最不善于征伐的 所以对于因果之道的强者来说 这一招可以用 但是他们是不会用的 这个和自己找死没有区别 但是未冤恰好 就是那个明明是因果之道 却最擅长杀伐之辈 为了我和觉的大婚 白发道人身出手 五指微锤 仿佛无数因果之源出 越发浩荡 越发壮阔 仿佛有种比起天门更大的错觉 朝着开明本体落下 不可退 不可避 不可接 请道友在此扶诛 因果 南逃 第1065章 求援 因果勾连成壁中之局 最终垂落于五指之上 拳击 浩荡棒驳 轰然砸落 仿佛要在下一刻 直接一掌按在开明的眉心之上 直接将其神魂镇压碎裂 开明双目怒争 长笑出声 休想 九重天门齐齐亮起 而后刹那之间 形成了镇压十方内外的屏障 道人的手掌落下 发出了浩瀚棒驳的声音 竟然无法洞穿这九天门 正如开明说的一样 九重天门 其微能也在笔直上升 恐怖的剑气洪流也没能撕裂这一切 这让开明的心终于安下来了 而后下一刻 才爆发出了滔天气焰的开明毫不犹豫 直接转进 一瞬间顿出万里 一座座的天门杂落下来 层层叠叠 化作了防御层 斩断十方内外一切纠缠 上下四方过去未来 乃至于是生死都被割断 也因此因果自然也无法存续下去 在魏冤的眼前层层叠叠地碎裂开来 跑得比老鼠都快 简直是魏冤目前见到的 见到他之后 转身转进的最果断 最直接 最毫不犹豫的一个 白发道人微有些目瞪口呆 这家伙 是属猫的吗 旁边传来了冷淡的声音 愚蠢之辈 因果虽强 也非万能 你不该救我 而是应该直接出手 将其杀死 过早暴露行径 简直愚蠢 白发道人转了转眸子 看到那边巨大灰弘 长及千万里的巨大竹罩 九幽之龙消失散去 在金红色的光芒一散之后 身穿灰袍 面容鼓捉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魏冤的身旁 只是和过去魏冤看去 其面容都带着一层灰色雾气不同 这一次的主九阴脸庞却清晰无比 是轻腻的样子 面无表情 皮肤白皙 手指骨节清晰修长 眉眼大而平和 并脚黑发垂落 一身朴素灰袍 竟然也能传出潇洒飘逸之感 这穿衣服的本事 女王那个将天地华服传出草莽豪杰之气的家伙看了都要眼馋 魏冤挑了挑眉 道 这么久没有见面 嘴巴还是这么毒辣 看来是真的 不过 认识了这么久 难得看到你这么狼狈啊 朱九阴白皙手掌微卧 抵着嘴唇咳嗽了几声 眼神平淡 大而清淡的眸子扫了一眼那边的道人 反而淡淡道 道是何来支持 问号问号问号 魏冤忍不住道 这还怪我了 他看着面色多少有些苍白的朱九阴 还是没有继续吐槽 皱眉道 不过这一次你也太冒险了一点 差一点就被重伤了 你就不担心我来的迟了一步吗 冒险 朱九阴平淡道 你会过来吗 魏冤点头 朱九阴淡淡道 只要你来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那么 本作就没有冒险 至于迟了 因果之主如果都能迟了的话 那么本作输了也不算冤 魏冤秀刨一扫 自身气机缓缓落下 流转变化 落入朱九阴身上 帮助其恢复气息 而后好奇道 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里和我的因果 似乎浓郁地有些过头了 不只是你我之间的因果 而且似乎还有其他什么东西 无声朱九阴谋光开合 淡淡道 你感觉错了 魏冤伸出手磨缩了下下巴 道 我觉得没有错才对 你没有感觉到吗 你看 就在这里 五指握合 连煮九阴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有一道道因果直接被魏冤给握在了手里 而后微微一拉 一侧的虚空忽而出现了一道裂隙 而后一座玉书做成的小山直接出现在了魏冤的眼前 上面写着魏冤的名字 下面密密麻麻写着一个个正字 似乎是在记录什么 魏冤 无声朱九阴 无声魏冤拿着一枚玉书 道这是什么 朱九阴神色平淡无波 本作不知道 可是魏冤只是靠着因果一看 就看到了朱九阴刻录这些欲书的模样 听到了朱罩九幽之龙偶尔的字语 所以明白了这些玩意究竟是什么意思 嘴角抽了抽 不是朱九阴 你应该没有这么记仇啊 魏冤咬牙切齿道 我明明都叫你胸怀广大一点都不小心眼的朱罩九幽之龙了吗 朱九阴沉默 淡淡道 此事论心不论行 庄隐号问号问号问号 不是万恶赢为首 此事论行不论心吗 你是不是颠倒过来了 朱九阴平淡闭上双眼 而后淡淡道 本作这里 不一样 问号问号问号 魏冤看着那边的竹罩九幽之龙把视线转移来开 嘴角抽了抽 你有本事说瞎话 你有本事睁开眼睛啊 朱九阴平淡道 不过 我也没有想到 你来之后 居然会这么莽撞 选择了一招强拼九重天门 九重天门可是整个西昆仑当中 仅次于昆仑诸界唯一特性的至宝 尤其是和开明作剑十方之力融合 镇压十方内外 每一天门都可以彼此的配合 其微能提升 不可小觑 魏冤看着那边的天门 看到九重天门都变得极为恢弘 其微能被彻底展开 仿佛碧玉一般 而且极高 灰红壮阔 魏冤和朱九阴此刻的人形站在这天门之前 几乎如蝼蚁一般 其中无数的法则变化流转 金光万道滚红泥 锐气千条喷紫雾 确实有西昆仑至宝的气象 魏冤道 我只是想要试试看 果然很难打开 是一试 是 有人告诉我 这九重天门全部展开的威能极强 我也打不破 所以多少想要试试看 就像是有人告诉你东北冬天的铁栏杆不要去铁 后果自负 就会让铁栏杆这件事情变得充满诱惑 朱九阴锤眸看着那边的九重天门 淡淡道 等我片刻 你我联手 或可尝试破去 魏冤道 无妨 我倒是确实是有一个法子 可以稍微试一试 既然九重天门放在一起 可以彼此配合 法则之间也能够互相弥补 爆发出更强的威能 那么就只要打破九天门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朱九阴抬眸 金山白发的道人洒脱笑道 我既然知道这九天门难以破去 难道说会没有准备就来吗 龟袍黑发 眸自大而平和 神色冷淡的天神淡淡道 难道不是 道人喉咙耿住 话都说不出来 只好甩了甩袖子 没好气道 总之 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就看着吧 九天门内 开明见到那道人的攻击 未曾击破天门的防御 这才松了口气 数千年前在卓氏昆仑 这道人已决然一见 硬生生斩了他一座天门 让他的十座天门直接变成了九座 给他的内心留下了极为深重浓郁的阴影 当即朝着这一处密地当中的心腹属下吩咐道 立刻给卓氏大尊传讯 此地原始天尊出现 请大尊他老人家速速派遣援军前来 开明一咬牙 道 就说 我已经成功将竹兆九幽之龙和玉须原始天尊托住 只要他老人家派遣援军过来 便可以两面联手 将这二者拿下 就算是拿不下 也足可以趁着帝氏之力 将这二者重创 咒去 正在这个时候 天地之间 酷而有轻悦的剑鸣声音响起 如同万物化剑 天地为剑 森森的锐气 哪怕是有着九重天门的隔绝和封锁 仍旧让开明的瞳孔收缩 仍旧让他感觉到了无比的寒意和锋芒 探号探号探号 十十一扫 就看到了那边的道人再度袭来 金山广秀 仿佛隐满了天地之间 无穷锋芒和锐气 还来 开明不敢怠慢 九重天门齐齐爆发微能 法则汇聚 如同霞光锐气 将此地映照地明亮一片 仿佛是重新来到了那昆仑秘境 美不胜收 绚烂夺目 而后无数的剑气辉红如雨 剑树洒落下来 九重天门不得不全力防御 无数法则汇聚化作了屏障 被清平剑一剑而开 但是清平剑也已经见势颓去 开明松了口气 只是这个时候 道人已经出现在了九重天门第一众之前 千前这道人用出来了比起之前更强的翻天 仍旧没能够打破这九重天门的防御 所以开明仍旧还是安心 顾左右眼 又是翻天之术 原始天尊 也是潜驴记穷也 直到道人五指微锤 手掌扣在了这一座天门之上 因果猛然展开 并非是如主九音说猜测的那样 直接抢夺九天门的执掌资格 而是赋予 剑气辉红伶俐 直接在上面以因果为剑 落笔写出了三个字 弗离原始天尊赤令 南天门 空 伴随着轰然如雷的闷声 降云翻腾 凭空出现在了这开明的伏地之上 下一刻 这一座天门之上直接出现了另一股气息 来自于人间界和四海的天庭浮路体系 瞬间察觉天门的存在 而后直接将其锚定 来自于开明的球员先一步落入了卓氏 而后也同样理所当然的落入了人间界 落入了此刻忠诚无比 此刻勇武刚强的卓氏之毛 吕布凤仙手中 原住吗 吕布凤仙微微抬眸 他正在和自己的好友聊到信头上 本来不愿意离开 但是这似乎也是在卓氏大尊面前 表现自己的特殊机会 如果就此放弃的话 又似乎有些许的可惜 正在考虑要不要去的时候 忽而察觉到了一股气息 一股充斥着刚强和亲戚的气息 抬眸看去 在这个喷泉广场的另外一边 身穿黑衣卫衣 面容一丝不苟 同样握着手机 带着耳机听音乐的青年 亲戚神灵 正在和自己新的朋友解释了一些问题的 十一察觉到了鼻尖一股污浊之气 皱了皱眉 抬起头 看到了那边身材高大 足足两米三有余 脸颊刀削披披一般刚毅 仿佛鬼神在世般的男子 瞳孔收缩 着实魔神 两人同时打出一行字 下次再聊 工作来了解决这个工作我找你聊 下次再聊 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稍等 下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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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 清卓二气 大到无比的最强卓士之毛 无可匹敌的轻视之盾 刺目相对 彼此之间杀气肆意浮动 第1066章南天门和故人 来自于原始天尊的斥令 就只是瞬间就在整个九天门之一上刻录下了新的烙印 其中十方内外之一代表着四方之中的男 就此出现了无数的因果汇聚其上 开明面色骤变 感知到了自己那一座天门之上出现了的恐怖纹路 师生怒道 这是 因果 而且是虚构因果 因果可以这样用 原始天尊 你无耻 开明感知到了明明不存在天地之间的因果出现 这根本就不是现实中存在的因果 但是这些因果却偏偏又无比的真实 简直比起真正存在的那些因果纠缠都要来的沉重 南天门 在人间界过去岁月曾经存在的漫长神话当中 具备有极为夸张的存在感 几乎是瞬间 那代表着因果的纹路就直接占据了这一座天门的大半 哪怕是开明惊距于先前那道人一见 但是此刻也没有办法继续忍其吞声下去 居空中空间被撕裂 洞开 而后一只巨大的手掌缓缓探出 空然按在了这一座天门之上 青铜色的天门 已经有一半化作了碧玉般的色泽 双方的契机和法则开始了剧烈的冲击 魏冤毕竟是临时赋予了这昆仑天门神中传说的南天门的位格 毕竟只是虚构 在抢夺此物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时候 不占上风 大门之上青铜色泽越发清晰 而后震颤打开 有着无数的法则流光变化 这是代表着昆仑九天门原本的效果 而到人那边的门打开 却是一片忧深 开明曾经在人世间游历 但是看不起人间界的底蕴 此刻脑海中疯狂思考 人间界的九天门到底代表着什么 忽而他想到了人世间天亭南天门打开会出现一个效果 空刹那之间 雷霆之声爆开 隐隐约约 看到了那边的南天门内部 雷霆奔走 有世间诸多雷霆 而后雷霆之中 为首者正是龙首人身 大则雷神 雷神一侧 则是群山助力 云气缭绕 一白发道人烹茶呆治状 而旁边更有昆仑武神应龙庚臣 昆仑女拔 三十六雷霆正神烹茶品名 一派祥和 如雅清雅 正是道门风谷 世外仙人 隐修之辈的氛围 门对面的那帮人似乎也看到这边了 满脸呆治 一瞬间辞治之后 老道人瞬间抄起手里的桃木剑 刚刚还在喝茶的雷霆三十六正神整齐化衣 直接把茶碗一摔 咔擦 然后整齐化衣猛的起身 踏 他们整齐化衣踏前一步 而后右手一挥 直接齐刷刷掏出了三十六把大斧头 一瞬间刀光浮影 雷霆炸开 满脸猙獰狂笑 天尊在召唤我等 啊哈哈哈哈 兄弟们 立功之时 正在此刻 夹光涌动 雷霆之声奔走 更是乌云滚滚压下来 开明面容扭曲 直接控制法则将九天门齐齐关注了 连刚刚准备好要轰击在了道人 没心的法则洪流都收了回去 而这个时候 开明终于明白了 人间道门传说南天门最大的效果是什么 直通天庭 堪比大荒剑木 特殊位别神兵南天门 神兵特效 十万天兵 简而言之 全能谣人 靠着和原始天尊 以及南天门这个传说有所联系的因果 而后将所有的因果都汇聚在这一座控制方位的天门之中 打开天门 就直接把这帮人一口气全部调过来 这也是因为开明的昆仑天门本就有部分的十方权能 某种程度上来说 和因果简直就是绝配 一个是直接能在十方内外找人 一个是只要你找到人立马就能够拉过来 开明咬牙切齿看着那边的道人 知道自己的九天门已经被打上了这个道人的烙印 至少是其中一个被打上了他的烙印 直接有一半化作了特殊的法宝 这门是没法用了 正在这个时候 本来关上的南天门忽而剧烈震颤起来 这个时候为约河开明在角逐此物的控制权 反倒是没有闲心压制这天门 而后本来已经被关注的天门轰然打开 而后就在开明经济 会不会是刚刚那三十六雷步战江沙过来了 空的一声 那门简直像是被一个嚣张无比的家伙 一脚踹开四地打开 而后一只毛隆隆的左手直接伸出 死死扣住了这南天门 全集就有无数的水气阴晕翻滚 让人如同落入了东海之下 一根棍棒伸出 全集是桀骜的声音 语气里面满是不爽 这什么门 为冤你在搞什么鬼 探号探号探号 开明面容扭曲 战力之强 足以稍微胜过了卓士水神 虽然不擅长大道 在整体的根基和底蕴上不是十大巅峰 但是其战力之恐怖 意志之坚韧 完全不逊于那些不擅长战斗的十大巅峰 而且还传来了 极为浓郁的 卓士水神死前残留的不甘 草 什么时候人间界出现了这么个孽障玩意儿 一开门 门后面到底都藏了些什么 不过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了 一个足以胜过不擅长战斗时大巅峰的恐怖怪物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恐怖的吗 轰然巨响 南天门再度被关注 开明强行关门 面色煞白 额头低落大低大低的汗水 已经颇为吃力 而就在他和魏冤在抢夺这一座天门的所有拳的时候 孤儿 而盼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音 如雅有礼 而后是温和好听的声音 客客气气地开口 仿佛道德修养极高的卓尔君子 你好 请问有人吗 开明神色微微凝固 而后明明已经被封锁的天门就这样缓缓地被打开 一位身穿白衣 笑容俊雅的青年夺步走出 笑容温和 双瞳却是金色舌瞳 腰衣斜意 连带着那温暖的笑容都让人心底发寒 背后生出冷意 不知为何 开明的身躯似乎有些僵硬 隐隐有种难以动作的尖色感 这代表着对面的这位青年 实力至少比他要强一个层次 哼 南天门再度被关上 这一次却是原始天尊洞的手 念无表情 一脚直接踹出去 就仿佛已经经历过千百尺的淬炼 这几乎是无可指摘的不破之招 一脚直接踹在那白发青年的屁股上 直接把他踹出了天门 原始天尊面无表情 这个时候想要来摘桃子 再见了您内 开明瞳目结舌的看着这原始天尊 仿佛将自己的援军踹出去 觉得这个家伙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而面不改色的原始天尊却在刚刚那扎蛇出现的时候 感觉到了背后逐罩九幽之龙变的森冷的目光 毕竟 本来有望十大巅峰第一阶梯的主九音 就是被当时的好友福西给坑了 就行了颠倒阴阳之术 结果把自己的弓体和根基都给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虽然是道德天尊 但是一点道德都没有的扎蛇 另外一个是宽宏大量一点都不记仇 不小心眼的逐罩九幽之龙 凑在一起怕不是当场成了四人混战 你们龙蛇类别的先天神圣是不是都有点问题 还是说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给了挖黄 剩下的就是你们两个 魏冤嘴角抽了抽 这是角逐力量和根基的时候 哪怕是刚刚南天门产生暴动的时候 两人都没有放松全能和法则的碰撞 这个时候魏冤忽而气机暴涨 代表着天庭的因果一寸寸地蔓延 而后开明在尝试死拼抢夺回来的时候 道人左手五指微锤 而后直接和这一座南天门产生了联系 手掌垂落 竟然仿佛勾勒天地 苍苍茫茫 混混顿顿 直接将开明锁定其中 南天门何谓冤共鸣 是翻天的变种 将翻天之势和剑气剑意融合 掌形剑招 而后和这一座天门共鸣 则是魁首一掌翻落 剑气随形 整个天门轰然巨震 锐气千条 霞光万丈 而白发道人似乎比这天门更高 嗓音平静 道 这是翻天掌法的第二招 从开明时方剧面而悟 既然需要和南天门共鸣 故而名为斩仙台 一招翻落 开明气机暴退 只是流下了一滩鲜血 悬浮于空中 刺目无比 却又郁郁有强大的力量 道人垂眸 屈指一弹 这一滴滴鲜血浮空 化作了一柄剑 而后寻着因果 直接绕开九天门 远处传来了一声怒吼 而那一座巨大天门刹那之间 从金铜色的苍茫雄魂 上古蛮荒之气化作了 如图碧玉一般的透彻 只是其余八座天门 这一次收缩地更是紧 阵法展开 完全无法靠近过去 魏冤皱了皱眉 绣袍一扫 那一座天门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收入了道人绣袍 朱九音平淡道 你要在这里等着吗 魏冤道 当然不 现在开明这样 肯定没有办法打破 况且 您也该恢复一下 道人绣袍一扫 无数剑气仿佛洪流一般 和因果连锁 在朱九音部下的时间凝固之中 又增加了如汪洋般的剑气 剑气纠缠 刹那之间化作了一座诸仙剑阵 直接把九天门 亦或者说八天门和天门之内的开明困住 我或许打不开你的锁 那我可以再在外面加一把锁 让你也打不开 JPG 道人深深看了一眼被封锁起来的天门大阵 绣袍一扫 消失不见 可恶 可恶啊 人君为何不来 为何不来 开明震怒的咆哮不断的在天门之内回荡着 让追随着他的心腹都浸若寒蝉 不敢多说 而在这天门内巨大伏地空间的一处偏殿里 一名青年感慨道 又来了又来了啊 阿七 你说 我们这一次能活着出去吗 为什么开明神会突然性情大变呢 他说的阿七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少年 微微点头 嗓音不紧不慢 无妨 和我们这些小人物没有关系 这倒也是千千的青年感慨 而在这青年走后 正在洒扫此地的少年自语疑惑道 原始天尊 这是谁 竟然能够让开明都吃扁 不过 或许是机会 一个再斩下开明一手 乃至于束手的机会 那样的话 就可以和阿渊他们见面了吧 抬眸 幽深眸子 脸上戴着一张面具 白发苍苍 如同哭作千百年般死记 阿七 阿七 第千零六十七章 人是非独一人 戴着面具的少年心中思考 洒扫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 刚刚的青年又进来了 大道苦水说是开明神动怒之后 不少的同伴都被牵连 真的是神灵之怒 如微如玉 只是大道苦水 戴着面具的少年却也不曾说什么 只是安静的 一下一下地撒扫着 最后把简单的工具法器放在旁边 看着那边满脸苦涩的青年 平淡道 我有事要说 开明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青年的身躯刹那凝固 而后五官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从之前老老实实的扫地小哥 变成了下来体验生活的威严尊者 而后双瞳微微内韵 生起了两醋淡紫色的光 气质邪意 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 道 还是你这里舒服啊 哈哈 还能回来这里 也不用避讳那个家伙 五千年哭作 将自身从十方之内摘除的手段 确实是厉害 人世间说的 寂静呼吁道 大概就是这样的境界了吧 既没有开口 只是平淡注视着开明 开明微笑着看着眼前的少年 眼底轻挑 但是紫色瞳孔深处却多少带着一些戒备 自然要戒备的 如何能够不戒备此人 当初弃于屠山之下枯作五千余年 将十方剥离于自身 靠着绝无仅有的奇门遁甲之术 令体稀静地做到了比跳出三界外 不在武行中更高一筹的层次 然后斩下了着实状态开明的一手 而后就离开了人世间 在未冤驰骋于大荒 决战于荒野 搏命诸神 正到因果的时候 人世间五侯拆分自身神魂 以防止诸神对自我的控制 而后找到所有的人间风水术士和奇门方式 一并在朝歌城下布下了逆转生死之阵 直接利用了主九阴的清醒之梦 联手屠山式完成了大义复苏计划 而眼前这个看上去契机枯败的人族 则是默默无闻地寻着十方之轨迹 硬生生地找到了机会 设计捕捉了十名开明分身 而后又察觉到了开明分身和分身之中的不同之处 推断出来了昆仑三神开明其全能的底层逻辑 一个分身一个分身地尝试 最终硬生生从那些分身里面找到了眼前的亲开明锚点 当开明察觉到自己的分身后手陷入问题的时候 既正在按照当年阿渊的做法 亦或者说羽王的做法 把开明分身九头猫放在一根棍子上 架面烤着火 摇动那铁棍子 万条斯里的在那边烤九头猫 以此让开明一缕神念回来 搭上了线 不过 没有想到 你的计划竟然如此地疯狂 开明还是忍不住感慨 气平淡道 你若是和两个一根筋的莽夫带着太久 你也会如此 开明反驳道 可你们相聚的时间才不过是几十年而已 看着周围这自己无比熟悉的环境 感慨道 不过你也应该感谢那家伙 如果不是他发了风一样展开了一座天门 那个我是不会有这样的漏洞 哪怕是有着你的奇门遁甲 天机神算 再加上我亲自带路 你都混不进来的 气心如贫湖 不起波澜连衣 淡淡道 他 开明仔连连摇头 道 我不能说名字 也不能够写 我现在本身就是实力亏损状态 又不像你 开明有些感慨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道 你将四方 天地 过去未来 生死这些概念都从自我身上剥离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抵达了不沾因果 不入天命不落死生 你倒是可以随意提起这些禁忌的名字 都不用担心被察觉 也只有你这样特殊的人 才能做到设计另一个我而不被盗裹进的生死欲之察觉吧 你也就只有一个弱点了 开明病止而动 指着气得眉心 玩味笑道 那就是你自身的实力太弱了 剥离因果之后 很容易死于刀兵之灾 那么哪怕是因果都无法察觉到你的死亡 记得毛子平淡忧生 没有丝毫连衣地剥开了开明的手指 淡淡道 本该如此 若想做到收天之事 自然也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我在屠山的时候 女娇来过几次 每次都会给我许多书 人间有一句话 欲成大事而牺牲 见小力而望命 我不牺牲 也只是有谋求大事的资格而已 若小人族 只能如此 开明嘴角抽了抽 故意叹息道 是啊 只是资格 若小 哭作五千年直接破了那个我的功体 我真的得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你能够扳倒另一个我 那么之后是不是也能够把我给坑了 所以 你猜我之后要不要杀意杀你 记得声音平淡 你不会 开明一只手撑着下巴 笑容灿烂 我 这么有把握 白发苍苍的少年嗓音平淡回答 因为我若死的话 你会觉得太过寂寞 只有世上仍存如你我之被互相算计的人 这世间万物 才不觉得无趣 若是杀了我 你坐在昆仑山上 放眼四望 再无人可以以纯粹之法破去你的功体和全能 玉龙玄莽 白血矮矮 坐见十方 一切都在观测和把握之中 如此千年万年 波澜不惊 岂不遗憾 开明的笑容微微收敛 没有想到自己的心中所想会被这个白发少年一言道出 这正是坐见十方为何会喜欢冒险的原因 过于无趣 十方囊括四方 天地 过去未来 生何死 而昆仑之上更有路无把守 有杀伐十大巅峰第一阶梯的西皇横枪而立 所以当他发现了大姐这自己都看不破的事情之时 就前所未有地开心起来 嗯 至于为什么说西皇横枪而立 当然是因为大姐头太精致小巧了 一丈二的长枪主者会让他看上去更小 虽然会很可爱 但是如果你当着西皇夸他可爱的话 可能会被他拎着那一柄西皇战天枪追杀到天南海北珠天万界 开明心底调侃 笑容灿烂 而后少年气嗓音平淡不起连依道 而且我已经和竹九阴有所联系 你杀了我 他会来找你聊天 开明明智 而后却不以为恼怒 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果然是你我之辈 我就说竹九阴实力和我本体相差仿佛 而这一处地方 乃是我以天门和全能镇压而成 不在十方之内 哪怕是他 也不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 原来是你找到了他 什么时候 忌惮淡淡到 在离开屠山的时候 开明没有在这一件事情上继续深究下去 只是道 所以 你打算怎么样做 气道 你的全能基于分身化形 每一个分身既可以容纳主体意识的存在 也拥有独自判断事情的能力 所以 我打算在开明分出足够多的分身之后 将其本体和这些所有的分身短暂阶段 既在地上画了一个复杂的风水大阵 复杂到了当事神人妖魔之中加起来 都不会超过三个人能看懂的级别 到找到机会 逼迫开明本体分出足够多的分身 而后斩断联系 你瞬间让其余分身融合为一 颠倒阴阳 那样 开明的根基就会化作两份 你们互相争斗 至于之后 谁能争的本体的位格 谁则是成为分身受人所致 就要看你了 也只有这样可以彻底解决着实开明 既平淡的看着那边的开明 开明也饶有兴趣 点头道 放心 逼迫开明分身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的 磕磕 我那边有一个大手笔 不过我不能和你说他是谁 如果说了的话 事情可能会不好收场 那么 气 我就告辞了 嗯 白发少年平淡汗手 眼底没有丝毫连衣 只是声音顿了顿 又到 阿渊 女娇 与现在如何 开明看着眼前的少年 看到他一路潜伏身影 以一介凡人之身 先推导出作见十方的部分全能基础 而后胆大妄为的来到这里 同时在开明自己 以及着实的开明 逐久因三方之间不子纵横 最后将着实的开明印生生困在这里 一路冷淡漠然 欲成大事 不可牺牲 于是便将自己的性命先交出来 而后寻一线杀戮之机 冷静决然 以人之身 落子大局 唯独说到了这三个名字的时候 那一双枯作五千年的平淡 双眸才会浮现出属于人类的生机 开明本来想要玩笑着 说一声你猜 但是这个时候 哪怕是他这样恶趣味的天神 都有些不忍 没有欺骗 只是道 放心 都好 女王辈就回来了 现在在屠山 他们夫妻重聚感情好的很 就是怕有点肺肾气 至于那家伙 开明没有提名字 只是道 也快大婚了 大概大婚之后 很快就会生孩子出来了 只是不知道会生几个出来 哈哈 我总是觉得 帝君会逼他多生几个 然后从里面挑选资质最强之人 直接带到群星万象之上 亲自教导 然后期待教导出一个更强的对手出来 白发少年眼神温和下来 道 他们都好啊 嗯 这样就好了 开明声音顿了顿 道 记住那家伙要结婚了 所以 大婚那时你总要出来的对吧 不可牺牲 可不要真死在这事情上 开明看着那边垂眸的少年 摇了摇头 一点真灵洒脱离开 那青年双眸之中的两醋紫色火焰悠悠的散去 只是打着哈欠道啊 怎么又睡着了 真的是 明明刚刚那么紧张 这一转眼又睡着了 这个毛病可是得要改改了 要不然哪天在河边来这么一下 怕是当场就得给淹死了 阿七 他声音顿了顿 看到那边少年抱着洒扫之物 已经坐在那里 垂眸睡去 于是放松了脚步声音 慢慢走出来 这是伏地里面的一座偏殿 宽阔 灰红 白玉一般的地板铺展开来 青铜器雾带着上古蛮荒的巨大 少年一身蓝色的衣服依靠着石垫闭幕垂首 呼吸平和 风吹过来的时候 就还像是当年那样 像是掠过草原和大地的风 他双臂枕在脑后睡着 而盼传来了的是羽王的声音 女娇的笑声 还有阿渊做饭时候的声音 嘈杂的声音往日往往让少年恼怒 此刻却让他安心 不在十方之内 就代表着少年的感知当中 没有四方 没有天地 没有过去和未来 像是坠入了无边的森罗黑暗 唯独这一丝丝的过去的记忆 像是黑暗当中最后的那么一点点的光 让他的心神安宁下来 最后少年一个人蜷缩在这昆仑福地的大殿里面 沉沉睡去就像是回到了过去 身子缩了缩 阿渊 雨 女娇 无边苦海 踏破十方 五千年孤苦 千万里独行 所求者 亦不过人世重逢 第1068章被刺的美学 空 契机的交锋撕扯 直接横扫了中围 吕布奉先缓缓把手机收起来 而后一双其实和关云长类似的眸子微微扬起 看到了这里是一个颇为繁华的广场 微微提起嗓音 道 我们这里有些私人的事情要处理 都退一退 吕布奉先 三国诸侯之中极少数出身于寻常家境之人 臭名昭著 但是不屠城 我谁都打 尤其喜欢去殴打一族 但是不是喜欢屠城杀人的疯子 吕凤先没有兴趣对普通人出手 作为一个人直接和三国时代最牛逼那一票人 全部打过架的猛男 我 吕凤先 只打巅峰赛 不是Boss诸侯级别的对手 不配值得我出手 周围这个广场里面的人瞥了他一眼 根本就没有管他 提着菜篮子的老婆婆看了他一眼 然后慢条斯理的在他前面走过去 那边坐在台阶上打游戏的 翘课少年们撇了撇嘴 故隆道 你谁啊大叔 你说走就走 你说退就退 咋的 这广场你开的吗 管退开 我退 退 退 众人都不怎么管那边的吕不奉仙 最后这个男人脸上浮现出张扬的笑容 伸出手 直接握住了旁边的路灯 咔擦一下 直接把路灯捏爆 一脚踏前 整个广场都剧烈摇晃起来 恐怖的黑红色气焰升腾而起 吕不奉仙选择了最直接的法子 而后在众人被震住的时候 怒道 打架啊 如同猛虎咆哮的声音横贯天地 众人眼前晕眩 而后直接呆自住 下一刻 伴随着一阵阵尖叫声 那种战场之上所向无敌的杀气 让所有人都头皮一麻 而后转头就跑 那提着菜篮子的大妈腿脚利索 一点不满 踩得直接是鼠中旁门的轻功步伐 揍一下从吕布前面狂奔而去 反倒是那个年轻人似乎是被吓住了 呆致地看着身高两米三的吕布凤仙 一步步走过来 手机里面传来大喊的声音 卧槽 卧槽吕布你怎么挂机了 开团啊 你在搞什么 吕凤仙看到那少年玩的角色 正是吕布凤仙 看了一眼战绩 二十四十三分之零 吕布凤仙点了点头 缓缓汗手 不错 那少年捧着手机 手掌颤颤巍巍 眼底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尤其是时宜担忧吕布凤仙 爆起伤害人 所以面舞表情也站在了旁边 金色光芒和黑红色气焰腾起 撕裂天穷 而后两个一看就极为不好惹的大叔面舞表情看着你 大片大片的影子就把你的脸都遮住 压迫感仿佛要拍在脸上 吕布凤仙缓缓伸出手指 脸上带着微笑 然后抵着了那少年的眉心 而后 啪 鬼神弄弹指 那少年直接被弹飞出去 落在地上 翻滚了好几下 时宜没有去拦截 因为他看得出来眼前这个着势神魔出手的时候 是用的松缓的小镜儿 时宜面部改色 而吕凤仙眸子微微横过 下一刻 恐怖的力量直接横着砸出去 无与伦比的霸道之力 狠狠地砸在了时宜的脸上 因为过于急速的运动 力量冲击 导致了周围直接出现了剧烈的气浪和爆炸 粘稠的白色气浪涌动缠绕 因暴云就像是天上的云气落入了大地之上 狂暴地进风撕扯 将周围的地面砖块打碎 最后周围两人直接无数恐怖进气包围 路灯直接报废 轰然巨响 不断地炸裂开来 而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整个天地都似乎因为这一场交锋而暗淡下来 原本是现代化的现代都市被剑气撕扯出现裂痕 这倒并不是交锋的二者主动如此 而是单纯的气机交错 就引发出这样的结果 而结果 吕布凤鲜眯眯着眼睛看着前面那一丝不苟的青年 恐怖的一拳 明明已经打到了实处 但是最后却像是完全没有效果一样 没有破防 吕布眼底惊恶 而后闪过一丝愉悦之感 指了指上面 道上去打 在人间借打的话 会带来太多无意义的伤亡 精气诸神 高高在上 大多灭是苍生 却不会在意人族伤亡 吃一面无表情 好 他不想在人间界战斗 这个级别的实力在人间界交锋 简直就是两座人形天灾 浊气妖魔 丧心病狂 大多毫无底线 为了胜利不顾苍生之死 于是一道青气磅礴弥一者战场杀伐之气 同时冲天而起 一个是浊世的最强之矛 在时人设是忠诚无比的勇武鬼神 另外一位则是镇守西北天狱 认为即便是不周山苏醒的时候 被着视入侵仍旧可以将其死死托住的西北天境镇守 岁月时宜 两个彼此不知道彼此身份的强者直接在苍穹之外战斗 近期撕裂 一时间已经是不知道多少个回合过去 而后吕布奉先惊恶的发现 这个家伙比自己过去交手的所有敌人都来得皮实 无论是拳脚 还是方天化己的批斩 都无法破防 不 不是无法破开防御 作为在他活着的时候 诸侯都恨得牙痒痒 但是吕布投诚的时候 大多都愿意收下他的存在 作为哪怕是被连环被刺地棋 剩下三个县城差点就流亡了的曹梦德都迟疑要不要留下他的男人 吕布的武力值极为强势 武道天赋更是无与伦比 当年八百破十万的张文远 年少之时也只是吕奉先挥下八剑匠之一 吕布敏锐察觉到 自己的批斩和攻击 都成功地展开了眼前这扑克脸的防御 但是就只是那一刹 几乎是转瞬就立刻恢复了 和匈奴的草原之神附体的状态有点像 吕奉先握紧方天画戟 没有用自己暂且藏起来的长安剑 长安剑上有一道那道人的剑芒 所以这一剑足以对眼前这个扑克脸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势 但是这一剑的剑气剑意 可不是为了他准备的 唯独那位可亲可敬的伟大的大尊 才配得上这一剑啊 吕奉先眼底闪过一丝狂虐之意 双手握持方天画戟 猛地重重披斩而下 十一皱眉 拦下了这一招 可是反击的时候 也没能拿住眼前高大的男子 双方都陷入了一种极致的尴尬当中 吕奉先的攻击无法让十一重创 而十一 十一很遗憾地没法在招式和力量上胜过此刻改造过的吕奉先 皱了皱眉 吕奉先知道自己此刻再次作战 不可以久留 以免发生意外 手中的方天画戟一记狠辣的横扫 将十一逼开 而后摇了摇头 满脸无趣道 你不是一个好对手 和你打架 没有一点的趣味 我宁愿让红脸和大尔他们联手和我打 十一沉默 十一感知到自己收到了挑衅 于是这位面无表情的天神抬了抬眸 面无表情道 立威 犯否 无声你这张脸说这句话 真的很欠揍 但是和你打架真的太无聊了一点 哈哈哈哈 下次再说 吕布凤仙大笑 转身飞顿离开 十一看到前者速度极快 转瞬离开极远之处 手中的兵器黑红色气焰疼起 霸道异常 皱了皱眉 着视什么时候 出现了这样一个疯狂的家伙 随手取出手机 我的事情解决了 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可惜没有能解决 下次见面的话 我一定要把此时彻底的处理掉 不留后患 吕布凤仙扛着方天画脊 掏出刚刚用尽器保护好的手机 先是把那位白发红铜颓废大姐姐 设置为平保背景 然后满意点头 回答道 我此处的事情也解决了 遇到了一个很无聊的家伙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愿遇到你遇到的棘手问题 也不要遇到这么无趣之事 吃一回答 无趣之事 只要能够简单解决 意识不错 吕布凤仙回答 啊哈哈哈哈 你这样说的话 下一次 你我的问题索性 彼此交换一番 嗯 可 吕布又道 算了 不提那个晦气的垃圾对手了 时宜回答 好 我也不愿提那世间的败类 和应该修正的问题 吕布大笑 看来你确实是遇到了某些棘手的玩意儿 那边既然有命令 我自然需要过去一趟 帮那个叫做开明的家伙 但是在这之前 吕布凤仙决定要去解决自己来到人间界最大的目标 吕凤仙右手握着方天画脊 左手伸出 去空中一道剑光浮现出来 常见成八面之姿 宽厚而立于披斩 剑明轻越悠长 似乎感知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 于是比起在着势的时候活跃很多 吕凤仙垂谋 区区一剑的话 似乎还不够 而且这一剑在不同的时候递出去 产生的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有可能只是给大尊破了弓体 而若是那个时候恰有对手来临 那么大尊便是负伤而战 大不利 最好便是内外交困 狼狈逃亡 天地皆弃 最后只信任于某的时候 再一剑刺出 方才痛快 痛快啊 去 去寻你的主人 给我带路 吕布凤仙的手指屈指倾弹 于是长安见名笑一声 化作剑光 在前方飞顿 吕布紧随其后 第1069章最佳人选 叮铃当当 博物馆的门被打开 魏渊走回博物馆 背后是稍有些伤势 面色多少透着些苍白的竹九音 神色平淡无波 魏渊直接掠夺了南天门之后 就立刻带着封锁了 开明族族数月的竹九音 回到了人间界 毕竟人间界有执掌神农边的女交在 神农边这一件神兵在疗伤 这个领域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 至于开明 在盛夏的天门之外 不带有竹九音的时间岁月之力 也被魏渊以无数剑气布下了层层叠叠的诸仙剑阵 只要出门就是挨打 重点是魏渊的剑气自我附带标记特性 只要挨着一点 蹭着一点 就相当于直接在因果感应当中被单方面的特别关注 前眼的离谱 原始天尊被动 挨揍就标记 标记了就直接报几率百分百 闪避率归零 不可见 不可说 不可动念 不可触及 魏渊推开门的时候 忽而想到了自己博物馆里面的特殊性 微微一将 想到了逐照九幽之龙上一秒钟还在开明的九天门前面堵门 下一秒钟直接又看到了开明仔 这个想一想都觉得有点过于离谱 过于刺激了 不要出现什么过激的本能动作才好 拆了我这博物馆的话 你给我修吗 龟袍天神神色平淡的走入其中 毛子扫过 却自然而然的收回了视线 并没有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同之处 而后语气平淡的和绝 和冰魂等人打招呼 而少女画师也理所当然的回答了一句灰袍大书 真灵气西内运 已经重新恢复到了博物馆的快乐水 Master的水鬼给灰袍天神上了一杯特质 与乾隆紧口感的快乐水 脸上的笑容得意洋洋 魏渊 无声看了看水鬼后面的开明真灵气运 又看了看冰魂后面的那一头一丝不苟威严沉静的九尾猛虎 以及福特加娘娘背后的无面神女 又瞅着那边的主九英 接着把握因果在在心中默默一推算 魏渊心中得到了一个结论 若有所思 主九英 看不到他们三个背后的模样 确实 他们三个背后的气息 其实是一道一道金色的因果 是这些因果纠缠交错 最终汇聚在一起 才化作了开明 陆无 以及无面神女三者的模样 换句话说 哪怕是同为十大巅峰 能够看到他们三个特殊性的 只有因果 而卓士因果已经被魏馆主送上路了 目前来看 能够看到博物馆三大元老员工特殊性的 也就只剩下了魏渊自己 因果全能的特殊性 这算是巧合 还是说是冥冥之中的排布 魏渊随口问道 要吃点什么吗 他神色温和诚恳道 我给你做 朱九英平淡道 不必 嗯 为什么 朱照九幽之龙看了一眼青山道人 平淡道 无事献殷勤 不是好事 如此主动 必然有诈 魏渊脸色一致 朱九英淡淡补充道 你和福西那扎蛇待得时间太久了 不得不防备 魏渊道 福西确实是需要防备 但是我可不是他 我可是被他坑得很惨的 问亲戚世界十大巅峰道果竟如何化解尴尬 维持闲散的社交辞令 答 喷福西 夸蛙黄 只要你喷那条扎蛇 或者夸奖蛙黄 我们就是一个立场的好兄弟 朱九英喝了口茶 平淡问道 不过 你将南天门收回来 又把开明困住 你打算要如何解决此事 卓氏不是没有人了 若是他们不顾一切代价地出手 将开明带走 藏入整个卓氏的最深处 你又该如何解决 卓氏大尊的战力和开明的作剑十方联合的话 如虎添翼 不可小觑 卓氏回忆起之前在卓氏的一战 具备有他八成左右战力的因果分身 最终只是换了弓体被迫的大尊一条手臂 而因果分身则是死去 这代表着哪怕卓氏本体杀入卓氏 可大尊的厮杀结果 大概率也是大尊受不清的伤势 而卓氏自己神魂俱灭 不值得 太亏了 卓氏心里下意识地浮现出这个念头 而后又觉得 假如自己可以和天帝 布中山 还有福西一起组团杀下去的话 这个结局就有可能颠倒过来 他们四个必然会受伤 甚至于不清 但是卓氏大尊倒是会被他们扬了 可是他们四个一起下去的话 也就代表着亲戚之士瞬间少去了大半的战力 十大巅峰第一阶梯清朝而出 到时候卓氏大尊足够狠辣的话 和清世来个一换一 尽管他们能打赢卓氏大尊 那么卓氏和清世的大战略也会失败 所以为了防止大尊布局这种既然赢不了你 那我们就一起下去的法子 开明做见十方的全能必须在自己这边手里 只是心中却忽而生起一个念头 开明的全能就是最棘手的眼睛吗 为冤柔了柔眉心 忽而想到了之前曾经见过的命运 双手拢着茶杯 道说起来 主九音 你对命运了解有多少 主九音微正 抬眸淡淡道 你遇到他了 魏冤点头 而后将之前在南海的时候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 包括是卓氏雷尊被暗算 卓氏雷尊见到了命运的意识 最终在荣和清卓雷霆道果上出现了错漏 以及命运借助卓氏雷霆和魏冤所说的那句话 杰各善缘 主九音听的微微出神 神色沉明 道果然是他的路数 这一个善缘是他对你说的 是在数千年前 就已经窥见了未来 而当时的卓氏雷霆 也只是被他利用的一个棋子 其行为处事 都每每提前签年 不过没有想到当年我们所有人联手 都没能把他打到魂飞魄散 恐怕其中也有些问题 他的善缘可不好接 一不小心 卓氏雷霆就是你的前车之箭 所以说 你那个善缘 如何处理的 未冤沉思 道 扬了 逐罩九幽之龙脸上的神色微宁 道人咳嗽一声 道 不扬了他 难不成我还要留下他过来吃年夜饭吗 朱九因无奈摇头 被灰色雾气笼罩之下 那眸子大而平和 相对于男子来说过于柔软的五官 还是浮现出一丝丝哭笑不得的感觉 让魏冤觉得 这位胸怀宽广绝不记仇的龙神 之所以要在脸上遮掩这些雾气 就是不想要被人看出自己的真实表情 那样会失去高深莫测的威严感 魏冤情这笑意 道 至于开明 我暂时没有太大的想法 但是你肯定有法子 朱九因淡淡道 如此肯定 如果没有法子的话 你肯定不可能会现在堵他的门 你都已经和开明在人世间角逐了这么久 如果不是遇到了绝佳的机会 你不会这么莽撞 朱九因看了一眼魏冤 平淡道 是 但是你应该自己动一动脑子 道人双手还着悲斩 笑道 可是 兵法的要义是结盟俱敌 是借用天时地利人和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获得优势 所以 我现在在这儿问你的想法 不就是恰好符合了兵法的要义吗 朱九因淡淡道 不愧是夫子的弟子 果然能言善辩 只是夫子讲的是道理 你讲的却都是些歪理 他喝了口茶 道 不过 你倒是也没有猜错 我确实是有一点办法让你解决开明 开明之全能 是分身 是以一化百 百而千 千而万 而开明的力量代表着他的意识可以驾驭在那些分身上 而当平常的时候 那些分身也具备有各自的意识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究竟是凭什么决定 谁是主体 谁是分身 魏冤若有所思 你的意思是 朱九因回答道 若是可以让分身和主体的概念颠倒 让此刻出现问题的那一个开明 从主体地位跌坠为分身 那么就可以在保留有开明的权能 在轻视一方的基础上 将那个分身解决掉 那么此事自然不必纠缠 魏冤沉吟 其实朱九因说出的法则 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 坏了 我成替身了 引号点 只是 想要做到这一点 显而易见并不简单 朱九因将茶展放下 道 我自然有一个法子 只需要你将开明逼迫到 让他分身万千 自身的主体地位和根基得到大幅度削弱 那么 我自有后手 完成这最关键的一击 让开明的主体化作分身 而分身化作主体 解决现在这个不愿意合作的开明 魏冤汉手 道 什么后手 朱九因缓声道 是一个人 魏冤感慨道 你还真是厉害啊 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手 完成关键一击 这个后手是谁 我倒是很想要认识一下他 朱九因垂眸 回忆起那个戴着面具的白发少年和他说的话 最终垂眸 那双金色的眸子闭合 淡淡道 等到这一件事情结束的时候 我会引荐你和他认识的 而现在 他自然有任务在身 你们也不合适见面 是吗 到人垂眸 喝了口茶 左手捏着病脚的白发 道 其实这样和你说的啊 庄引号问号探号探号双引号 朱九因瞳孔微微收缩 而后面不改色 你在说什么 魏冤垂眸道 我刚刚没有感知到你的后手的因果 普天之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一个人 啊 你不要觉得我会怎么样 非要去生气什么的 我不会 我只是会觉得骄傲 而且如果这是气的目标的话 我会帮助他 白发道 人温和道 我的好友比我厉害多了 即将第二次以凡人之心 展露道果境界 而这一次 不再是向上一次的分身 我作为好友 自然应该骄傲的看着他 并且相信他的选择 朋友就应该彼此尊敬 对吧 以及 保留有他失败的时候 将他拉回来的资格 不过 可惜还是有些冒险 魏冤皱了皱眉 哪怕是气打算趁着我们给开明施加压力的时候 折落开明本体的位格 也还是冒险 开明不是稻草人 他也会还手 会想要维持住自己的位格 若是还有另外一子 能够在他们两个心神抗击最关键的时候 在开明旁边出手 打乱其心神 让他更容易从本体变成分身就好了 吹鬼眼底闪过一丝古怪 偷听得真开明咳嗽一声 正要开口 空而天边传来了一声欢快的剑鸣 而后破开窗户 飞入到人身边 旋转名校 正是长安剑 大门被推开 两米三的湛江大步而来 放声大笑 吕凤鲜来了 黄金军的小道士 可还记得某 第1070章 关于说服乐子人的方法 大笑的声音 与此同时出现的 是人士无双的霸道杀伐之气 以及卓士之气 朱九英抬眸 但是却被魏冤事已停止住 道算是自己人 而后看向那边的吕布凤仙 看到这位勇武无双的战场鬼神 道 吕将军 很久不见了啊 右手手指轻轻抚过了手中的剑 感受到了长安剑的特殊之处 那剑名忧长细腻 以人族的技术铸造的剑 此刻却已经变得越发强大 不逊轻平 或许正是因为人族铸造此剑的时候 是最为纯粹的剑 里面几乎没有掺杂任何的法则和概念 也因此这过于纯粹的基础足以容纳一切类型的法则 这才得以让那一道道果进入此见 当然 也要感谢当初的吕布凤仙月子人 直接把道果砸向了这个方向 逐照九幽之龙收回视线 平淡饮茶 吕布凤仙大笑踏入此地 而后一下坐在了椅子上 椅子发出了吱呀吱呀的声音 让魏冤觉得这个博物馆的遗产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咔嚓一下被作碎掉 眼角抽了抽 吕凤仙微笑道 不错的地方啊 那边的刘牛瞳孔收缩 并中吕布 兵员曾参与镇压黄金军 而吕布奉仙当时还很年少 却也展现出了可怖的战斗力 更不必提后期吕布对阵张燕黄金军 只是携带数十人就敢于掠阵于万军之前 刘牛手中雷霆奔走 本能化作一柄战枪 长枪出现 人已起身 下一刻 吕布神色平淡 右手伸出一把抓住了战枪 猛地朝着下面一按 雷霆之枪被压制在桌面上 连带着此刻具备有雷布玉书工 左神将的刘牛都被重新按着做回去 为冤垂谋的时候 吕布松开了手中的枪 长枪已原本之事刺出 却因为吕布奉先朝着后面依靠 江峰只是擦着吕布的咽喉挑起 反倒是这家伙直接懒洋洋的依靠着椅子坐住 双脚搭在一起 搭在了桌子上 浓眉如刀 虎目看向那边的魏冤 道 你的这个长辈脾气似乎不是很好啊 不过 我这一次不是因为黄金军和大汉后期时候的事情来找你的 只是商量如何刺出那一件 以及 我来的时候稍微听到了一点点有趣的东西 你们打算要对卓氏的强者出手 魏冤看了看那边的吕布 若有所思 道 是 所以说 吕将军你有兴趣吗 吕布奉先道 你们之前已经和他打过了吧 他屈指弹出了一道流光 里面有着着实的信息 懒洋洋道 而很凑巧的 他的球员情报 现在落在了我这边 也就是说 为了取信那位可亲可敬的伟大的大尊 我必须要在之后一段时间前往开明那边 倒是能够做到你们需要的那种 魏冤和竹九英对视一眼 为了保证气的成功 以及安全 在那个关头必须要有开明 不会怀疑的存在 突然抱起对着开明出手 至于做剑十方的能力 魏冤可以暂且以因果纠缠 帮助吕布奉先遮掩过去 这几乎算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就在这个时候 吕布忽而笑起来 道 不过 问题来了 他玩味的看着眼前的魏冤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呢 魏冤 无声吕布懒洋洋道 说好了不要用什么大意之类的东西和我说 大汉的吕凤仙已经死了 现在活过来了 况且就连大汉都已经没有了 用大意的名号要求我去冒险而战的话 这一点行不通 我会打算和你联手对那位出手 也只是因为他竟然打算要约束奴役我 我很不爽 经此而已 实话说 我对那位出手 对你们也有大好处对吧 我已经要准备做这一件事情了 那你们还可以提供给我什么 让我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帮你们 吕布的眼睛平静注视着魏冤 连水鬼都震惊了 这 这特娘是吕布 吕布不应该是二话不说 方天话己直阶上的超绝莽夫的吗 朱九英淡淡道 毕竟是在汉末三国前期排名不低的诸侯 还是比一般人来得明白 三国时代那是什么时代 那是个没有脑子几乎活不过几级的超级乱世 曾经二法辽东 直接两次念了高功力的冠秋简 在那个时代都无法排得上名号 只是魏冤发现朱九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轻描淡写的看了自己一眼 嘴角抽了抽 牧师一眼瞪回去 你看我做什么 朱九英却已经提前魏不先知一般的把视线转移回去 轻描淡写的喝了口茶 魏冤柔了柔眉心 道 你要什么 那要看你给得出什么了 魏冤沉默 想要说给钱 看了看自己的钱包 下意识看向旁边的竹兆九幽之龙 这个家伙有钱 这家伙用来写正字的小本本都是语书 有足足一座山那么大啊 朱九英看向那边的吕布凤仙 淡淡道 可以来说说看 魏冤想了想 起身出来 直接打开手机 拨号 深深吸了口气 开口 阿亮 吃一伤是自然而然的痊愈 而后来到了交锋时候的广场 因为两人的交手和战斗 这一处广场已经相当于被彻底地摧毁 看上去一片狼狈 只是幸好 两人的战斗和交锋没有留在大地上 否则的话 这里恐怕是会被带来巨大的伤亡 可即便如此 此地也彻底被破坏地淋漓尽致 吃一沉默 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思考账户余额 最后打了个响指 几乎是刹那之间 整个广场就全部都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导致来到这里的人们都呆自住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里的模样 时宜面无表情 转身离开 全能时间加速 在一刹那之间 时宜把自己的时间延长 然后自己把这个广场给修好了 跑去山里 找来适合的食材 然后用刀劈开 一块板砖一块板砖地修好 连路灯和电线都给重新接好 为此他还用加速的时间 看完了一整个大学电力和公开课 顺便做完了工科大学 寒寿学位网络考试考卷 买来材料 练手给金元鸟做了一个小台灯 最后才上手 达成了现在的模样 而后面无表情地离开 破坏公务 理应赔偿 赔不起的话 就只好亲自去修理 归附原样 时宜拍了拍衣袖上的石头渣子 而后辨认方向 打算前往一次青秋国 代替天帝送上礼物 以庆贺与王夫妇的重逢 尽管当初的时候碍于双方立场 就是天帝帝俊将与王带走 但是此刻毕竟和当时不同 只是时宜在路上 却察觉到了许多的异样 牟子围动 一只 两只 三只 狐狸似乎有些多 难不成女娇还要和羽王重新再办一场婚礼 所以要求神州的所有狐仙钱来贺礼吗 这样说来 魏冤似乎也会来 是不得不来 嗯 大荒西北天玉石正伟忽而沉吟 这样的感觉 怎么像是魏冤得罪了女娇 而后躲开了女娇 之后被女娇给设下的局 她躲着不见女娇 那么女娇就重新办婚礼 而后作为弟弟的魏冤来的话 就是姿头罗网 不来的话 女娇削她连羽王都要帮忙一起上 吃一面无表情 摇了摇头 看来魏冤确实是得罪她了 如此大的阵仗 难道当时她就没有想到过后果吗 还是太上头了 原来狐狸精也有这么容易上头的个体吗 还是魏冤是特殊的那个 吃一呼而脚步微微一顿 周围出现了一层层虚拟的幻境 微微抬眸 前面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 似乎是人 又似乎是狐狸 而在十一眼里 那是一只狐狸头顶着一片树叶 满脸紧张的看着十一 旁边的草丛里面还有一个狐狸 以及一个16岁的少女 现在狐狸正在安慰那个少女 少女则是止不住哭泣 狐狸精道不要哭了啊 哎怎么会 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是怎么了 我大奶奶那个时代都没有这么离谱 咱们就是讨个口风 说是像人 就到横城了 提前能变成人 可是 为什么那个人会说出 我看你像是一个一米五白发红铜三五美少女的 少女哭得更伤心了 可是 可是我是男狐狸精啊 待会还要去给泉州的冤祖宗送信 这 这要怎么见人啊 陶口风 是为了见女娇 参与这五千年一遇的涂山湖族大会 所以采取了这样的画形捷径吗 吃一若有所思 这是狐狸精一种画形之术 借助人的气韵 你说他像是人 他就会画形 若是说像是畜生 则是会亏损不少的道横 当然 若是有人说他像是神仙 那么就相当于要以人类自己的气韵来助其得道 没有想到 居然见到了人间这样的风俗 而且 似乎还吃了个亏 吃一沉思 那边的狐狸精忍不住道 你看我 像是什么 吃一汉手声音缓和道 修行三五百年 也不容易 今日遇到我 便帮助你得到吧 那狐狸精先是一惊 而后大喜 那白发少女哭得更厉害 满是羡慕 狐狸精又一次问道 你看我像什么 而后看到十一面容装颜缓声回答 我看你像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奉献终身的无产阶级战士 狐狸精脸上的灿烂笑容凝固 与此同时 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接到来到亲爱的姐姐的死亡级别报复 以及即将在这种氛围里面去带着绝剑与王夫妻的未冤 终于得到了阿亮的回复 在少年无可奈何的话语声中 将手机递给了吕布 看了一眼竹九英 竹九英平淡摇头 吕布凤仙 乐子人 软硬不吃 死了一次之后身安摆烂之道 刚刚那点时间 竹九英未曾说服他 他甚至于觉得吕布凤仙本就已经做好了决定 来这里只是为了找个乐子 乐子是谁 自然不是他主兆九幽之龙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的少年谋士和吕布凤仙寒暄之后 只是微微道了一句话 吕布脸上懒散的笑容刹那凝固 本来懒洋洋坐在那里 猛得起身 如同战场之上 鬼神众林 双瞳微微瞪大 寒光泵射 谁 手机里面传来了少年谋士温和的嗓音 吕布将军没有听到吗 我的意思是 将军许久不曾回来中原 可还记得 貂蝉姑娘 请不吝点赞 订阅